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和华这么说 我不从你家里娶公牛 也不从你羊圈中娶三羊 因为树林中的柏兽是我的 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 相反的 神的愿望就是这样 他说你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 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在患难的日子你呼求我 我必达救你 你也必尊敬我 希伯来书的作者在13章15节 也这么回应 我们要借着耶稣 常常把颂赞的祭品献给神 这就是承认祂的名的人 嘴唇的果子 让我们一同地来感谢 我们伟大的神 还有我们的天父 感谢赞美祂在过去一周 对我们的保护 让我们能够同心同生地 一起用歌声来赞美祂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 Let all the earth rejoice Let all the earth rejoice And all will see how great is our God Age to age to age you stand And time is in the stands Beginning and the ends Beginning and the end Beginning and the end The God in three in one Father, Spirit, Son, the Lion, and the Lamb The Lion, and the Lamb How great is our God Sing with me How great is our God And all will see how great How great is our God And sing name above all names Name above all names Worthy of all praise My heart will sing how great is our God My heart will sing how great is our God Name above all names Worthy of all praise My heart will sing How great is our God How great is our God Sing with me How great is our God And all will see how great How great is our God Teach me your way Teach me your way Your guiding grace afford Teach me your way Help me to walk aright More faith by lust by sight Lead me with heavenly light Teach me your way When doubts and fears arise Teach me your way When storm clouds fill the skies Teach me your way Shine through the wind and rain Through sorrow, grief and pain May now my pathway plain Teach me your way Long as my life shall last Teach me your way Where'er my lies be cast Teach me your way Unti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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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 I love you My Lord knows the way through the wilderness All I have to do is follow Strength for today is mine always And all I need for tomorrow My Lord knows the way through the wilderness All I have to do is follow My Lord knows the way through the wilderness All I have to do is follow My Lord knows the way through the wilderness All I have to do is follow Strength for today is mine always And all I need for tomorrow My Lord knows the way through the wilderness All I have to do is follow All I have to do is follow All I have to do is follow All I have t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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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步主义这种的政治概念 所取代了 这些进步主义现在已经 实在在威胁 我们这个民主的 国家 随着接下来两个月 左右我们就要进行大选 我们心里唯一 值得欣慰的感谢的 就是你仍然 掌有主权 虽然我们没有完美的 领导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我们可以 信靠的 但是我们求你自己施下慈悲 让这个国家继续成为 你祝福普世的管道 虽然我们对未来 是确定的 但是天父你知道 我们每个人的信心 都是有限 常常都是 软弱的 求你赦免 我们对目前面对的情况 感到焦虑的这种的倾向 求你开我们的眼睛 能够见你所见 使我们可以在你的爱和 关怀当中能够得到 真正的安息 帮助我们每天亲近你 从你的角度看万事 而因此得到全辈的喜乐 我们知道 始终一切都会照你的安排 计划 会安好 现在在我们分享你话语的时候 愿圣灵对我们说话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 你在一生当中 做过多少个重要的决定呢 我所说的这个重要的决定 包括选择要不要结婚 或者是和什么人结婚 要想追求的事业 而且如果你是这么幸运的话 你可以做选择的话 我该选哪一份的工作 你想住在哪一个社区里面 你想投资多少钱买一个房子 等等之类的事情 这些都是重要的决定 现在回头你看看 你有没有后悔你所下的决定 而是希望说 哎呀我希望能够做个更好的选择 在这个系列的第一篇的信息里面 我已经和大家分享了 什么是神的旨意 而且如何寻求知道神的旨意 我讲到圣经是能够分辨 神旨意的源头 从圣经当中 我们可以找到神明示 和引示的启示和旨意 而且能够学习到 怎么样子按照神的话语 来做一个适当的决定 在上一次的信息当中 我讲到了明白神旨意的 一些的途径 我提到该怎么样子 把我们从这个 哥罗西的循环圈当中 学到的真理 能够付诸实行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 当你和我 我们还是明白 知道了神的旨意以后 而且能够付诸实行的话 我们的生命当中 就可以结出一个认识神的果子 我们就可以更加的认识神 而且能更加的明白祂的旨意 就好像罗马书第八章 二十八节 二十九节教导我们的 这个就是神 对我们每一个 跟随耶稣基督的信徒们的期望 祂要我们每一个信徒 都能够更像耶稣基督的模样 在这个成长向基督的过程当中 我们常常会发现 神并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 来做事情的 因此我们需要有信心 要有耐心 而且我们能够相信神 对我们的生命 有一个最好的美意 信心就是不要求神 你马上要给我们回答 给我们答案 信心就是要我们 不依赖自己的意思 而是寻求神的力量 神的力量是做什么用的呢 是帮助我们能够坚忍 能够站立地稳 而且能够满怀信息地 感谢父神 这个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 虽然上两次的信息里面 对我们许多人来讲 好像只不过是 听到了一些的概念而已 但是重点是这样子 在我们里和我们 我们要晓得能够明白 而且活出神的旨意 过一个这样的生命之前 这些的概念是 非常重要的 非常基础性的 我们不能够不知道 今天我要讲到 神的怎么样子 明白神的旨意 一些的实用的原则 实用的准则 我想跟大家分享 发现神旨意的 八种的方法 我希望今天的信息 能够帮助我们 在生命当中 能够做正确的决定 使我们能够和神 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而且能够尊荣 我们在天上的父亲 在我们讨论到神 在我们生命当中 计划 有一个计划的时候 每一个信徒 我们都需要明白 神确确实实的 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计划 因为在圣经里面 很多处都提到 因此所以 既然神有这样子的旨意的话 我们需要确定 而且尽力的来确定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 然而当你和我们 想这样子做的时候 神并不是经常很快的 马上给我们的问题有答案 比如说 以乐生意教会 一直在寻找一位父母时 你知道我们从开始 寻找这个父母时 到现在有多久了吗 已经四年了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继续在寻找 那有时候我们好希望神 你不如给我们看一个神迹吧 你给我们一些的证据吧 你让我们可以 快一点的下决定嘛 但是你看我们心里 常常这样子的理论 我们说神啊 你在古时候呼召积淀 要做以色列人的事实 来解救他们 免于这个米甸人的压迫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积淀也不是 岂不是也是对你说 求你给他一个 对他的呼召 他要看到一些证据 而且你也不是这样子的允许了他吗 但是你要晓得 神很少给信徒们 显示奇迹 来证明他的旨意 为什么呢 叫我们的神的本质 是属灵的 他跟我们人类的相交的关系 是用属灵的层次的相交 不是在我们用人的方式 通过属物质的领域里面 汉文人来接触 所以耶稣说 你们敬拜 神是灵 所以你们敬拜 要用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他 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保罗告诉我们 世俗的人 凭着属世界的智慧 不认识神 什么叫做世俗人的智慧呢 保罗说 我们所有的世人 都是属血气的 就好像犹太人要求神机 西里尼人要寻逻辑 寻理论的智慧 你要说世俗人 所要追求的就是说 要跟随他们眼睛 能够看得起的东西 而且是他们心智 和逻辑所能够推理的东西 要很不幸的是什么呢 我们很多的信徒 也想用这个 以人为本的基础的过程 来寻求我们的神 寻求他的质疑 当我们一个人开始信靠 像耶稣基督 做我们的救助的时候 要想我们的心思里面 不是一夜之间 就可以得到更新的 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 常常我们 至少做开始的时候 有时候做了信徒 很久的时候 我们还是这样子做法 什么做法呢 就是我们第一个反应 就是要根据我们自己 一切一般做事 一贯做事的方法 而不是一些 殷勤的寻求 和分辨 神的旨意 神经常称这一些 还不够成熟的基督徒 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呢 他们是一群属肉体的基督徒 许多年以前 我在美国东北部 一个相当有声望的 研究中心工作 虽然工作本身是蛮有意思的 但是我对公司的管理 政策 还有在那个环境当中 有一些的统治 不太满意 那我怎么做呢 请原谅我稍微有一定的 自财身价 我就发出了一些 相当醒目的履历表 给真材的广告 或者是代理的机构 希望能够很快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能够找到一个工作 找新的工作 换了一个新的工作 你晓得吗 六个月过去了 我居然没有听到任何满意 新工作的消息 其实在另一年的年底 当我和妻子交谈的时候 忽然之间想到 我到底有没有考虑过 为什么神把我放在 这个不如我心意的环境里面呢 我也没有在换工作的事情上 去寻求神的指引 神的引导 所以我在神的面前 把自己的无知 和自以为是的这种的心态 向主认罪 而且我向神承诺说 神那我会继续留在公司里面 我不要再想去寻找 另外一个工作 现在我回想了过来 当时的这样的决定 是学习顺服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这样的 就这样子慢慢的过了三个月 莫名其妙的 在一个带领机构 居然和我联络了 他告诉我有几个工作的机会 当时我讲了说 我心里并不在意 因为我自己想 也许是神要测验我一下 看看我决定留下 在那个研究公司里面 做的事情 是不是这个许诺 是不是到底还认不认真 不过 我再又一次想 万一如果真是神的带领 那又怎么样 所以我们决定让这个代理机构 稍微尝试一下 所以我给了他们两个礼拜的期限 让他们来和我联络 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不必分金 而且能够继续的专心的工作 不要让这个事情拖了太久 长话短说 结果一连串的事情以后 我的妻子和我 我们两个看出 这真是神的旨意 在引导 所以我们后来就搬到休斯顿 在翘牌公司做事情 顺便一提的就是说 通常我们在换工作的时候 新的公司都会提加很多的薪水 但是你想想 我们换工作不是为了钱 而且我们这样子做这个决定的 事实上当时那个加薪的薪水 这差距是非常小的 我们接受这工作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觉得 也许神在休斯顿 可以给我们有更多的机会 来服侍他 服侍神的教会 然而你要晓得 神是非常信实的 在短短的九个月当中 我连续得到公司两次的加薪 而调薪的程度 居然达到45%之多 也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可以适当的调整 我们奉献的双命的增加 我想给大家特别了解 我在这里并不是像那些 传扬富裕福音的人 标榜钱财的赏赐 而是强调说 神会见察我们的心 和我们对他工作 对他的旨意 到底是怎么样子的维生方法 对我们来讲 我们当神这样子做了以后 九个月之后 我们发现说 这实在是神在旁边 向我们肯定 我们的确是行在 他的旨意当中 我想你可能在自己的经历里面 也会发现 在我们寻求 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 神常常不会在事先 给我们任何的征兆 可是在事后呢 他常常会向我们肯定 那个确实是他的引导 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十到十二节 保罗这样说 但神却借着圣灵 把这些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测透万事 连神深奥的事也测透了 除了神的灵 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我们所领受的 不是这个世界的灵 而是从神来的灵 是我们能够知道 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不能够依赖自己 身体上五官的功能 视觉也好 触觉也好 味觉也好 听觉也好 感觉也好 或者我们用自己的脑袋 推论的方式 来分辨这个属灵的 神属灵的旨意 当一个信徒开始用信心 来过一个寻求神 并实践神话语 来形式为人的时候 信心可以把我们提升 到进入到 从物质领域 进到一个属灵的领域 我们会渐渐地成长认识神 而且明白神在我们生命里面 的确是有个目的 而且知道那个目的是什么 这样子我们能够 就能够像圣经里面所称呼 圣的我们就是一个 所谓属灵的一个信徒 属灵的基督徒 所有真正的基督徒 在他们重生得救的时候 你想圣灵就会坐在我们的心里面 然而属肉体和属灵的基督徒 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可是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这个差别就是在信徒 得救之后 心意被更新的程度 我过去曾经强调过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 提到的心意更新的过程 是从那个开始 这个就是说对主耶稣基督 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 我们完全的顺服 会开始 保罗说 要把身体献上 当作圣洁而蒙却 神悦纳的火迹 这种的顺服是一个 一次过的决定 可是 在我们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向神 更新我们的顺服 和献上自己的承诺 换句话说 我们每天起来 我们就要向神 承诺说 神啊 我愿意把今天 每一刻的时候 都要真心实意的 为你而活 这样子顺服的做法 就可以把我们 放到一个新的地位上 圣灵可以在这个地位上 更新我们 当我们的心意 不断的被更新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查验 到底是什么 是神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而且我们拒绝 被这个魔术 成为被这个世俗一样 免得被世俗通化 弟兄姐妹们 我们现在在宅家 住在家里面的 这种子顺 请让我问你 你到底是 每天怎样喂养 你的心 你的灵呢 在我们每天 所见所闻的事上 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就说 世俗和不尽钱 和冒犯神的神学 哲学 实在充斥在各种的 所谓的肥皂剧 电影 或者是社交网 网络之中 如果你是常常用 这种的方式 来过生活 找娱乐的话 对不起 你就会被轻引到 世俗的环境 方式 模式里面去 当你这样做 你会使得住在 你里面的圣灵 会担忧 如果这是你 现在的状况 那怎么办 你需要向神认罪 否则 你就没有办法 心意更新 来认识 神的旨意 曾经有个 古老的故事 讲到一个 男孩子叫做 叶琪的 他是一个 当时犹太正统教的 拉皮的孙子 有一天 他和朋友 玩那个 躲捉迷藏的游戏 当轮到他 躲藏的时候 他找到那个地方 他说 这个好地方 他就在那里 一直在等 可是等得 越来越不耐烦 他的朋友 还没有找到他 等了好几个小时以后 他的朋友 还没有来 事实上 他的朋友 已经回家了 没有来去找他 早就离开了 所以这个叶琪 这个小朋友 就哭着到 他爷爷面前说 爷爷 我心里好难过 这朋友离开我了 没有来找我 然后这个拉皮 听到这个孙子 心里面受到伤害 就安慰他 他对他说 你晓得吗 叶琪 神也这么说 我躲着 可是没有人来找我 你晓得神 也是这样子 等待我们 去寻求他 去找到他 弟兄姐妹 神要我们找到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 我们怎么知道 神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一个这样的旨意 我们来看看 圣经里面 有一些的章节 讲到神 对他儿女的心意 比如说 在诗篇 三十二篇 八节里面 神这样说 我要指教你 指导你 指示你 因走的路 我要劝诫你 我的眼睛 要看顾你 如果你要想要参与神 在你生命里面 所制定的计划的话 你必须要先相信 你的救主 确确实实的 希望要你知道 他的旨意 而且他希望 你能够按照他的旨意 来行事为人 如果你说 我心里面有疑惑的话 怎么办呢 要记住 雅各书一章五节 这样子所说的 他说 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 就当向那厚赐众人 而且不斥责人的神祈求 他就必得着 你真的愿意 而且愿意遵行 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旨意吗 说实话 这是你的心愿吗 如果是的话 那么你必须要留心 在一个Charles Stanley 史南密牧师所教导的 他说天父帮助他的儿女里面 怎么样子明白他的旨意呢 他和神在他身上 他们生命上的计划呢 他说有八种的方法 有一些的概念 你可以在我们过去 几次的信息里面 都约略的听过了 可是我希望把这些 所有的概念 能综合起来 能够让我们 更加的帮助我们 能够记忆 能够想得起来 现在我们来看看 这八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就是要通过圣经 与神联系 在提摩太后书三章 十六节 还是十七节里面 这样说 全部圣经都是神 所漠视的 在教训 责备 矫正 和公义的训练 各方面 都是有益的 为要使属神的人 装备好 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 可以成全神的旨意 换句话说 借着神自己的话语 他教导我们 基督徒的生命 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过一个 怎么样子的一个样式 对作为他的儿女 有哪一些的言行 是不应当的 不恰当的 而且做生的儿女 是怎么样子 需要避免生活当中 容易陷落的 这些陷阱 圣经告诉我们 天父愿意 我们做的事情 而且会帮助我们 来成全这些事情 因为圣经 是我们生活的指南 而且你要晓得一件事情 神绝对不会 带领我们去做一些事情 不告诉我们一些的事情 是和他自己的旨意 所写的圣经的话语 是互相冲突的 如果有冲突的话 你晓得 这绝对不是神的旨意 第二是通过生活的处境 罗马书八章28节里面 这样子讲 他说我们知道 为了爱神的人 就是按他旨意 蒙造的人的益处 万事都互相效力 万事 任何的环境 神透过我们 所处的生活环境 对我们说话 包括什么呢 包括他把我们 放在什么地方 在我们所处的状况 是怎么样子的状况 而且他安排了一些 周遭的人 他每时每刻 继续不断地 为我们生命当中 在我们生命当中 动工作 为了要引导我们 行在他的旨意里面 而且借着我们 去成就他 自己的美意 他的旨意 第三呢 就是其他的 我们需要听 其他虔诚信徒的忠告 在保罗给提摩塔 一些的指导之后 他在提摩塔前书 一章五节这样讲 我这样子 嘱咐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目的是出于爱 这爱是发自纯洁的心 无愧的良心 和无为的信心 成长的借着 其他的信徒 给我们一些的 劝告忠告 对我们 借着他们 对我们说话 我们需要 其他的基督徒的帮助 我们不能够 孤君作战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能够学习 我们自己 很不熟悉的 一些的领域 让其他人 有精力的 能够告诉我们 当怎么样子行 第四个呢 是被洁净的良知 弟兄姐妹 你们要晓得 我们人的良知 已经被罪恶污染过 但是我们信徒 我们相信了 耶稣基督以后 耶稣基督的宝血 已经洗尽了 我们的良心 当我们信徒 如果顺服神的话语的话 神就能够 借着我们这个 无愧的良心 去分辨神的旨意 良知是我们内心的声音 它可以作为一个 道德规范的一个 过滤器 当我们受诱惑 做错事情的时候 或者我们走错方向的时候 这个良心 这个被洁净的良知 就会响起一个警钟 提醒我 第五个方法 是一般的常理 提罗书二章 十一到十二节 这样说 神拯救万人的恩典 已经显明出来了 这个恩典 训练我们 除去不尽钱的心 按据话说 这给我们 能够有一些的 认识的一般的常理 帮助我们 除去这个 属世的私欲 在今生过着 自律 公正 尽钱的生活 过一个 自己有纪律的生活 按一般的常理 所以呢 一个信徒 如果是被圣灵引导的话 我们可以用 我们的心智和常理 来判断 什么是神的旨意 第六呢 是圣灵的催促 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 我们引用过 这段圣经好几次 他说 神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 就在你们里面动工 使你们可以立志和行事 神他们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 圣灵在我们里面催促 或者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向往 或一个强烈的冲动 帮助我们去实践他的旨意 第七项事情是满足 腓立比书四章第七节说 神所是超过人所能了解的平安 必在耶稣基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当我们采取一连串的行动的时候 如果我们心愿感到有满足 有平静 我们就知道那是神的旨意 如果当你是违背神的旨意 行事的时候 你的灵里面会有很大的冲击 很大的摩擦 这样的感受 是会使得你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但如果我们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面会有极度的平安 第八个方法 就是最后的一个方法 就是经过祷告 与神交往 诗人在诗篇119篇105节这样说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我们通过祷告来寻求 明白神的旨意 不要常常自己自作主张 来超越神所设定的时间 我们要有耐心要等候神的引导 祂应需要让我们明白 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的事情 而且祂会帮助我们了解 祂所希望我们往前走的方向 当你和我 我们造了前面 上面所说的八个方法的时候 我们尽力做最好的选择 你说万一 我们错过了神 错毁了神的旨意 误解了祂的旨意 那怎么办呢 弟兄姐妹 不要担心 我们要学像亚伯拉罕一样 要以信心行事 在西伯来书11章 我们看到 神经告诉我们 当亚伯拉罕被神呼召 要到以后 日后成为他自己产业的 神赐给他产业的地方 虽然他起来不知道 要往哪里去 但是他听从神的话 就出发了 后来他到了迦南地 也不知道这块地方 就是神要给他的 以后的应许 他反而在那块地上 在神还没有成就这个事情之前 他就做一个所谓的异乡人一样 在这个地上暂时的住了下来 你想想 亚伯拉罕圣经说 本来可以回头的 回到他自己的老家 多舒服 可是他没有这样子做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信心 信心是不回头的 我们一旦是相信 已经按照神的心意 做了最好的选择的话 我们不回头 而且我们会相信神会 按照神的话 会继续的引导我们 往前而行 如果你也是这样子 相信靠神的话 神就会很清楚地对你说话 而且帮助你达成他 呼召你去做的事情 而且神会开展他所有的资源 来引导你看见他 在你生命里面的旨意 和生命里面的计划 然而呢 我们必须要愿意 我们要愿意听从他 愿意顺服他 因为如果你不顺从 不顺服神的话 也不寻求神的旨意的话 你要晓得一件事情 神还是要把你最终的 达到他的目的 他的给你的终点 只是呢 在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很多的岔路 还有要你经历 很多很不愉快的管教 我们聪明人 不要去经历这些事情 为什么要走岔路呢 浪费我们人生 宝贵的光阴呢 我在下一次的信息里面 我会对这一点 有更多的讲解 所以弟兄姐妹啊 你愿意做一个属灵人呢 还是愿意做一个 属肉体的基督徒呢 我们需要求神 赐给我们智慧 我们今天 不要等明天 今天就要顺服神 把神的旨意 成为我们个人的喜可慕 我们个人的向往 我们的天父 他的旨意是美善的 我们可以信得过他 因为他对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 实在是上好 无比的 求神祝福大家 帮助我们能够 遵循他的话语 请大家一同低头祷告 天父啊 谢谢你对我们不止息的爱 这好像耶利米在哀歌 一书当中所说的 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 他的怜悯永不止息 每天早晨都是新的 你的信息多么广大 我心里说 耶和华是我的业分 所以我必仰望他 祝你帮助我们 这样子的仰望你 我们感谢你 对我们每个人切身的关怀 还为我们设计的 完美的计划 求你让我们远离 自己的任意 往为这个心态 要教导我们 谦卑自己 免得我们在过这一生的时候 经历不必要的 改道和管教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渴望 并追求你的心意 能够知道 你为我们设定的人生计划 求你也赐给我们 有力量 去成全 你对我们生命的愿望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 很高兴能够在今天 和你们分享神的话 求神帮助我们 让大家能够 好好的在生活里面 追求神 而且能够在 团体性的里面 我们大家弟兄姐妹 能够常常的 有团契 有交往 请大家来参加 祷告会 礼拜三晚上 我们是用中文的 礼拜四 我们是用英文的 请大家一同的低头 接受神的 领受神的注意 圣经说 所以你们行事为人 要谨慎 不要像愚昧人 却要像聪明人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 却要让圣灵充满 应当用诗歌 圣诗 灵歌 彼此呼应 口唱星河的赞美主 凡是要奉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还要存 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天父王 真愿 我们每个人 都愿意尾身 把我们的生命 完全地献上给你 而且保住我们 每一天能够 重生为你而活的 这个承诺 求你让我们 能够信心 来信靠你的引导 这个我们智慧 去面对我们天天 要面临的挑战 而且让圣灵 可以在我们身上 发生出一个 与你自己伟大的尊名 相配的 这些的果子 求你以自己 大能的手 保守众弟兄姐妹 在接着的一周里面 能够得向 主你自己所持的平安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我们宝贵 耶稣基督的名字 祷告的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我心中 我心中唯一的诗歌 我要向你尽情地歌唱 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 你是我心中 我心中唯一的切目 我要一生紧紧地跟随 让你牵我走天路 祝我为你治我的软弱 你治我最深的念 无论在何时 无论在何处 你亲手令我牵心 除你以外 在天我还能有谁 除你以外 在地也无衰 我心中唯一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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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像你盡情的歌唱 像你献上最真诚的爱 你是我心中 我心中唯一的切目 我要一生紧紧的看随 让你牵我走天路 主我为你指我的乱落 你指我最深的念 无论在何时 无论在何处 你亲手领我前行 除你意外在天我还能有谁 除你意外在地也无所爱 我心渴望我临前步 在你荣耀同在中 我心渴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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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想到你 我心渴望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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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荣耀同在地也无所爱 我心渴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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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会想到你 我心渴望我 优优独播剧场——YK Keep your hands, oh games